我们就要构思一下,这个我们的App基本上会有几个页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网站里面的话,我们有一个Data,Data里面有四个页面 然后再上一个首页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 五个页面 那五个页面要插入到 这个Body,特别注意Body跟Body之间,你可以按一个Enter,主要在这个位置 然后JQ Mobile里面 JQ Mobile这个页面 这边有个插入页面 那跟上个礼拜一样,基本上就是插入个页面 页面的部分的话,先按确定 那这个是什么Home好了 首页就叫Home OK 然后我们要页首页尾,不要页尾好了 页首就好了,按确定 OK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页,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 请看一下我们这边 JQ Mobile就会自动产生这些 这个不用理会它 主要是Body跟Body中间,它会产生一个页面 那它的结构一定是DIV什么什么开头 一定斜线DIV 所以请你在斜线DIV的下方按Enter把它换下一个 千万不要直接就在这里面插入页面 会产生错误 跟之前同学最常犯的错误一样 特别就在斜线DIV的下方 再插入几个页面 总共会有 四个页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Data里面 Data里面总共会有四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分别在这边 插入四个页面 一个 然后Page1 只要yes我就要按确定 然后Page2移到下面这里 特别注意 插入Page2 然后 Page3 游标放下面 Page3 那总共会需要有Page4 四个页面 那这四个页面分别我们有加入进来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Title 这个Title是绿岛机场 你可以先把底下先做出来 那做法上非常简单 就是 页手的部分 贴上 这个动作应该OK啦 应该就是Ctrl C,Ctrl V 我想这个 是最简单的 那底下都一样 那做完毕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上面做一个超连结 其实就可以连来连去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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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